莫桑钻和钻石的区别 1.形成 形成方式是莫桑钻和钻石的区别之一 莫桑钻其实是人工合成的仿真钻石 可通过一系列实验获得 而钻石是在地下天然形成的物质 产量较少 2.硬度 硬度是莫桑钻和钻石比较明显的区别 钻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硬度最大的物质 所以莫桑钻的硬度与钻石有所差距 将莫桑钻和钻石互相划弄 莫桑钻表面可能会出现划痕 3.价格 莫桑钻作为仿真钻石之一 它的价格与真正的钻石有很大差别 即便是和普通的钻石相比 一克拉莫桑钻的价格可能只有普通钻石的十分之一 并且钻石的克拉数越大 莫桑钻与钻石的价格差异也会越大